这个我们的这个大会声明 我们就来讨论这个大会声明 大会声明因为 昨天昨天有花了一下 但是 都没有 那请说 平洞的轰利只有在河山场才有十分 其他不动 红金不动不动 那么太阳能可能在推的不少 但是现在被引领看过去了 引领把农帝 用锅鸟建工 其实里头下面有点点 这样的话也是对农帝一种损失 那至于发展效力我要坦白讲 有时候今年跟去年 会有不同的气候关系 但没有达到 那我们当时异想的那一种 停属 我们当然是有 有美国NASA的这种 长期记录的记录 结果比它的记录当中 稍微差一点 那差的因素可能 我们判断可能跟 擦洗光电板有关系 所以我们也会找几个厂 会特别用工去把它擦拭 来 我讲的是 装饰 因为在生物大家都需要一点 结伴需要有一个统计 是一个不算实现的统计 是装饰容量和发电的实际状态的种 这个地方已经是 我现在没法解决 但是这个已经是公开化的资讯了 所以 我们现在平衡大概超过一百多 一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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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二十 但是 跟我们理想中 要替代一个核电厂 是有很大的距离 就大家不要这样子太乐观 所以要找到什么地呢 地神下星的地 或者是污染地 或者是 这个 邪孝已经 少子发生了超长 或者各种的 不要去排挤到农粮的使用 农养也是台湾的危机 我们的电影也是我们的 我们能源也是我们的危机 我们要有这个国家的危机意识 日本要发展轻经济 就是日本存在一个非常不安全的国家 他们没有能源 他们要靠海上的运输 所以他们想办法来突破 轻能源的经济 他们偶然就会生产 所以我们就非常配合 日本国家总共要抓住这个地方 气而不舍 他们有结实在最好的技术 这种时间 实际 台湾的聪明是 我们有这种能力的时间 当我们太阳光电 有足够的时候 有足够的马上转化 配置轻 到处都有轻 轻就燃到电池 所以这个就弥补到 我们那个peak 我们现在是备展都是超过的 超过很多 但只是监控的时候 我们在紧张 今天我们要清除那个紧张 大概我们要想出一些方法 大概我来看 对于高雄的统计资料 我在简报的最后一页 有 那我说明一下 我们那个相关法律 是从101年开始 陆陆续续来定 那100年还没有定的时候 根据统计资料是 6.6Mbps左右 那101年定了之后 101年只有 律界有制度条例 跟光电设施办法 所以 那时候的量 有明显的增加 大概是15Mbps 那102年 又爬到 23.9Mbps 所以 因为其实法令 法令有做一些支撑的话 你的数据会明显的上升 那其实 南部几个县市的状况 都不太一样 像刚刚 曹县长他所提到的 其实在屏东 它就是洋水 重点那一个量比较多 那在云林 它是用很多农地去做 枯料或者是温网斯 可是那个还是要考虑到 我们国家整体的农业经济 不能说为了做光电 然后把优良农地去做太阳光电 那在高雄 高雄的情况是不一样 高雄是工厂比较多 住宅比较多 所以我们 我们的方面是工厂 你这些排弹大户 我们有绿球制条例 强制要求 你在兼建的时候 必须要设置太阳光电 那高雄有很多天移为章 那我们定了法令 鼓励他们 把它去转型 那也希望建设公司 一开始在盖房子的时候 能够把太阳光电 隐蔽的设计进去 不用未来 那个 那个民众 赞助的时候 又因为 要防漏水 要得了 又三千大色的铁皮 让围建又产生 所以基本上 这些功用 那台南的部分 它是 台南的部分 它是 目前的用的 策略有很多的 它其实也有很多 好的策略 那也是我们在学习 它像在冬业的部分 或者是工厂的部分 住宅的部分 那最主要 它们是提供 它们编的预算 補助比较多 它们在103年的话 它们好像提供了 五千万元的補助 它们小的補助 那在高雄的部分 因为高雄的 那个 国务预算比较少 所以 大概只有编列了 五六百万而已 五六百万而已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还是会 一样 我刚刚在重情报 就有提到 我们的预见有资计条例 我们刚刚做设计办法 有所谓的代金 或者是要缴交 那个委馈金 这个部分 我们有统计过 在103年的话 我们预见有资条例 所创造的代金 大概有1亿左右 那在103年 定了一个工作设计 及鼓励委馈办法 根据统计 大概预估 每年可能也会有 1至2亿的一个回馈金 所以我们未来 有了这些钱的话 我们就可以不用 去东道师傅的预算 我们可以 用这些基金 去做推广 去做补助 这个可能会 所以从VCalling 可能他的一个 一个现象会比较更高 以上 谢谢 我就是先讲 好不好 一分钟 環境治愈协会 我只是要回应一下 刚刚在谈空机的事情 关于我们民间团体 要为人多一点尊重 悶尔商工引擎 可以打发 用钱 好像 等负物 就比较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从风机的噪音 第一屏的噪音 穿透力很高 这边有清理的时候 VCalling 就已经到过风机了 所以风机的设置 其实是有它 要去考虑的事情 不要只是考虑到时候 好像因为地方 人们在插得多钱 比如说 那我们正向一点 来看这个事情 就是说 现在也有一些 所谓的噪音抵消的 新的建立 新的技术 而我觉得说 如果有机会 因为那个低频噪音 它应该频率是很容易抓 从那部分 去做一点调试的话 也许 是一个 另外一个解套的方式 我只是提醒说 民间人员会 如果我们在骂 那一些 化水燃料的粗暴 把我们自己在推 新的人员 也是用这样的心态 不然你在反对 就是要钱 如果我们也用这样的心态的话 我觉得这样相当可惜 因为我知道大家都不是这样的人 好 谢谢 我想 我非常同意 你看我 所以 我们推小型轰击的时候 就是 那一种 磁场的 没有摩擦的 低频 所以我们先从那个试验 如果试验大家就接受了 那我们才慢慢进 所以我们还是要尊重 人的 人情的问题 我会同意看我 那 谢谢我们的 后面这位先 好 各位大家好 我是中华民族台湾观念系统工会 请容我 用三十秒时间 感谢一下 大概三年前 三四年前 我们跟曹县长 在总统府这边夜宿 因为 对 然后 林立委 被查 立法院 当然我们现在都 我现在都改成他舔上人 哈哈 你的成绩都不管 那这两三年来 我们跟高雄市政府 讲真的 我觉得 有这样的一组公务人员 尤其是让我们公会 非常亲佩 今天没有来的 黄处长 他现在异动职位 还有今天的 邮庄长 邮科长 这三年来 高雄市对于法规上面的修改 我常常讲 这个租与全国是典范 那这个全国是典范 我 我举一个例子叫什么叫全国是典范 我的 我的房子在嘉义 我就很想把我的房子做 可以拖到高雄去放 有这样的动念 高雄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让我们参与的动念 所以高教授刚刚说 高雄可能称不上BG城市 但是我们这几年走下来 我觉得高雄有很好的基础建设 第一个他马路很大 他的体质是好的 虽然排碳比较高 现在占全世界大概1% 不过我想 证据市长 跟有这么认真的跟我来 给我们正向来看待 高雄我想 未来会是绿能的典范城市之一 那我想 站在太阳光店的一个角色 我们在设计面 确实有遇到三公尺还不够的一个高度 我们常常在衔接女儿墙 衔接楼顶 那个楼梯间 乌凸等等之类的 或者说乌凸 但是在南面 就会有遮阴问题 我很期待 在银建署那支部这边 能够把法令修到 跟高雄一样 4.5米 不过很遗憾 去年我们也去拜会银建署 银建署给我们的态度是非常非常的消极 他们大概是不support 不过我想 如果这个是一个好的东西 然后跟建筑物做一个完美的结合 我希望还是从最大的考量去做 我举一个例子 高雄 高雄市登记在 现在有11万户左右的固定贴皮 但是就建筑师 他们的统计资料 可能大概有16万户到18万户 如果 可以做起来 大概有1基大化的一个太阳光电 能够占30%的层次发电 谢谢 好 谢谢 好 那个 师师先生我们就请 好 后面来 各位下一位好不好 要简短好不好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要控制 你好 刚好 刚刚在曹县长跟孔文斯 可以讲出什么 其实有讲说 这个案例其实要看自己 跟社群人的办法 其实可能刚刚在他讲的时候 其实社群外观色不好像是绝情的 所以你想要多一点知道说 在 譬如说在 需要大的鼓励在放置 大空电板的时候 社群人的看这些事情 或是有没有好像有机子 那刚刚那个高雄的案例集中 你会说就是一万两千人的市民参与 那我会想说知道这市民怎么参与 然后这市民大概是谁 那他其实有提到说 也希望在一个建造社群的时候 在鼓励就行先做好这些 状态光电板设置 那民众不会自己能修吗 或者是说民众的自主这件事 是怎么在政府可能就是说法令 应征经验的这个协定之下 怎么样是在各人的价格之下 好那我们现在就请邱锦伟 请邱锦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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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现在已经突破这么多的法令线 真是太了不起了 那曹老师当时我们退羊水重点 我就跟曹老师讲说我拼了命 我要把羊水重点当成是一个活种计划 一定要把它保住25MW 本来曹老师要退250MW 那现在我有一个想法 因为我的任期只剩一年 我在立法院想做一件事 不过第一方面如果可以 用地方知识的力量来做的话 那一定对我在立法院要说服 一定有更大的保护 就是我们当时在推 再生的人发展条例的时候 我希望比照公共艺术讲座条例 就是公共建筑百分之一 一定要去做公共艺术 所以我就说在那个条例里面说 我们的公共建筑要一定比例 要做再生能源 比例让能源局去订都没有关系 那在朝野协助的时候 我说你订万分之一 我都认得我要的是那个制度 但是当时国民党的委员 一直以为说我们的公共建筑 如果装再生能源 就只能装太阳能 所以他就说这是土地太阳能业子 就反对 我说燃料电子也可以 他们听不懂燃料电子 所以那变成一个宣誓性 完全没有强制性的条款 就是说 因得 如果室盒装公共建筑 如果室盒装再生能源 那你可以去装 完全没有强制性 那我想再利用我 有限的任期 把这一条 变成就像公共艺术讲座条例 百分之一 不要装再生能源 不过如果高雄或者屏东 可以利用地方知识的这个力量 来先推的话 我相信 我在立法院要做说服的工作 一定会非常有帮助 以上 谢谢 我们谢谢廷伟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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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 其实高雄是做得很好 可是问题是建筑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今天为什么 在这个园园 把绿园打不出来 因为没有基本的教育没做好 德国也好 社区所有人都爱你 竟然爱慘了 我们都没做 所以我跟你说 像我们现在 这一栋17亿 这一栋楼17亿 花了很久 现在还没有办法通过 你觉得为什么那么会 找到日本的医董 医董 他不懂 所以你看到如果就是 你整棚 丁头披一屁的 像什么样的 像拌的 丁头什么样 塑胶炒皮 然后用平的 那今天为什么你们高雄说有一些会漏水 所谓太阳观念法最重要 一定要有个斜度 16度到27度 这是一定要有的 还是就照你的日照度方向来决定 都要先刺 那都没从嘛 哎呦 为什么呢 这样的话 你用这个角度 雨水最厚度来 你要清点 雨水还不丁头来 因为让他们在丁头 你一个人要去清点 净麻烦 所以是德国人聪明在这里 那用雨水把你敲清去 所以你一定要斜度 那你鼻鼻的 都鼻在那里 塞下去了 所以最后都给我 马上就夭折了 所以不是太阳观念不好 是设置的问题 有问题 那我基本训练 所以我希望建筑师 在设计的时候 先来上我的课 我给你看 德国有多少的案例 就是这么做的 我们从学校 德国的学校的建筑系 我们是建教合作 所以我训练的 北战大学 建筑师一起做的 那宜蘭的建筑师 当年也是 我要感谢刘守成 当县长的时候 就在200年的 Hanoma Export 就是以御建筑为主的时候 他说 老师你闯不在 我从27局处长之外 还有10位的建筑师 跟我们去 去看了以后 所以为什么会提到 所以昨天我也提到 你一个体育馆 沿岁 你的去起来 心情满必比人 那是算休门 因为那些 可是 还要 以后要什么 还要空调 而且运动来 你都密闭 那都对 要空调好 所以后来 现在的局长 说 不在哪里 这种体育 就是用风雨操场 所以就不在哪里 写风 就是 Hat Arch 的地方 这样的话 注意不小心 而且喔 它关键板的下面 一定要有雨水 储存的 板道 它不要拿来演员 所以 你们可以到底来 去看 现在那个 越里国小 是一个典范 还有南阿国小 都是 都无床 所以这样 一定要有个典范 学校开始 所以从这里 我可以提一下 这是一个 我们刚才讲的 太阳光店 所以我们现在 有个正确的方法 它在美国聊洗干 不从五月 阿兰 那今天是这样 为什么能够成功 2011年 那个福岛效应以后 本来要演绎 结果因为福岛效应出来以后 他们正好选举 大选 全部输掉 因为全民不要了 不要合人了 所以他们在 五月的时候 宣布 没有宣布说 不备合 费合 有需加油 为什么做得到 你们刚刚都做不到 可以做到 所以德国从那个时候 费合开始 全面 为什么他们已经有 公立花电的基础 因为他们通常 都已经有了 再加上每一个 他们做的一个方法 告诉你 用什么方法 德国发展 再生的 就是费合 再生能源的 利益基层工经验 第一个 开放民众自由设置 绿电公司的立法规定 而且电力供应者 跟电网的输配电系统 相互协调 定力合约 政府不介入 不要政府进来 这么管太多了 没在政府进来 政府只定定一些法规 防止核电业者 无理阻挡 再生能源的收购 刚刚我们做一个 马出台电网 刚刚单 所以从这里 还有第二条 就是开放社区 社区才是 社区设置公共电网 我们叫做Smart City Smart City 就是公共电网 制作吧 发展 我们还有IT 它跟IT产业合起来 那现在德国他们也 因为这样 他们就发展了 那个大的玻璃门 就是一般的玻璃门 本身就是发电厂 而且 我知道 因为这个才有用 那你把那个意见给我们 不是 马上就念完了 你们讲的那些 有没有 都是讲重复的 我这个没有重复的 马上讲完 所以公共电网 那这样就是发展 智慧电网 那这里就 结合IT产业 是台湾最好的 达成它智慧成分 就是Smart City 21世纪的这个东西 那政府 他们所有的公共电网 绿色 我再补一下 我再找个问题 社区绿色电网 也是公共电网 是费用 德国政府 由企业 厂业 再生人员 投资者 可以抵税的奖励办法 抵税的奖励办法 抵税的奖励办法 靠着自来 所以制造企业 投资者 又赢 第三个最后 德国政府 不强制订定收购办法 由建议生产业者 跟购业者的规则 来由双方订定合作合约 因为要一地制议 他到底说 每个三十都不同 都不同 所以由双方订定合约 合作合约 真正符合 一地制议 因人而异的自由市场地址 杜绝恶意垄断的民团 电力工业者 电网 书费电系统 要相互协调订定合约 这个都要 你这个书面 我都会晃到我们的那个 这个不介入的 那他朋友政府 再去投他 投他跟谁 谢谢 谢谢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那我们本来有一个 民间人和会议的声明 我们是DROFT的一个声明 但是我想这个声明 大家可能都会 很有意见 我们现在先征求大家一些意见 然后授请给我们 我们把它整理出来 然后我们将来 就是我们下礼拜 因为本来 照我们议程是 我们等一下就要花步 但是因为 就是说 刚刚 譬如说施老师 或是副会长 他 就是说认为说 我们就到 反正明天 所以我们先希望大家提供意见 然后呢 让我们来 把它完稿 完稿呢 下礼拜 我们去 会议的时候呢 我们就提出来 然后 刚刚柯 柯市长呢 我们会送一份到台北市政府 那一天 那个 蔡主席 昨天啦 昨天蔡主席 蔡英文呢 也讲说我们的一些结论 希望他民进党中央也希望要知道 所以我们会送一份到 民进党中央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是先以这一份为本啦 那大家 是不是有一些意见呢 请大家提出来 那提出来 我们 就最后 今天就不花步了啦 今天就不花步 然后 然后呢 我们明天呢 再把它弄完 然后后天 的那个 前国来的会议呢 我们再 再代过去这样子 好不好 好 我想是这样子啦 这个 这一份这个出稿 其实就是 因为根据这个 以年人 跟这个 以贪人 之前 这个 资料 传到我们 这个 环保联盟 那么 我把它这个整理 归纳以后 这一个 那当然 这里面呢 可能会有一些不足 因为有一些 这个 一年 跟这个 以贪人的 这个资料 来得非常晚 那 那么 所以 这个内出来以后 希望 各位 这个 今天在这边 讨论 本来我们是希望说 当场 讨论当场 这个电脑就修改 照我们会议的 这个 议程 本来就是 局势以后要宣布 那 如果说要到 礼拜一 在 这个会长再拿去 这一个 前后那边大会 发表 这个 我也没有一键 我想 这个也可以 那我只是 把这一个 草林 这一份 这个资料 这个 这一个 来龙去末 先跟各位 报告 那么 前面的第一页 最主要就是 从 这个 全球 这个 温室效应的 这个问题 然后引起 联合国的 注意 那么 联合国的 这个 发表的 这个 一个我们共同 未来里面 对这个 永续发展的 这个主张 然后 从 这个 1990年代 那么 世界各国 就去 这个 订定 一些新的 这个 能源政策 那么 新能源政策 它的方向是怎么样 然后再到 这个 联合国大会 最近 这个 所宣布的 这个 人人享有 永续能源十年 事实上 就是在推动 这个 再生能源 永续能源 这样的一个 关系 那么来检讨 就是 我们台湾 对台湾的 这个 取出 但是台湾的 这个 政府 还是 这个 跟国际潮流 背道而驰 那么 还是要推动 这个 核能 所以在 礼拜一的 这个 全国能源会议 事实上 他们这个都是已经 早有 规划议设立场在那里 我们在这边 是先把它 指出来 然后当然 就是说 大概这个 全国能源会议也好 或者我们 民间的 这一个 能源会议也好 那 问题 是在哪里 当然就是我们 台湾的 这一个 能源问题 能源出的问题 能源政策有问题 所以 才要去检讨 才来开这个会议 那 下面 还提出我们的 这个主张 所以 这 这个 十点的 这个主张 就是我刚刚讲 就是 从 我们从 这个 完整的 这个 能源政策 然后 深入 这个 需求面 这个 供给面 到制度面 这一些 那么 里面该做的 那把它列出来 那么 或者说有一些 你可能需要 制定目标的 比如说 我们在这里 我会提到说 这个 每年 这个提升能源效率 2% 那么 在能源供给方面 比如说 再生能源 我们希望至少 每年要增加 1.5% 在2025年之前 要达到 占 20% 以上的 这一个 目标等等 是这样 那这一些 看看大家 的意见 到底 同不同意 这样的 这一种 目标的设定等 大概 是这样 那可能 里面还有一些 不过周延的地方 譬如说 这一个 装品学教授 有提出来 说 要开放 这一个 课程 控制 污染健康圈 以及核能风险 安全管理补偿基金 等等 那么 像这一些 也就希望说 我们这一个 累出 这一个 设定之前 那么大家 可以来讨论 我先把 这一个 编程 跟各位 做个说明 谢谢 好 谢谢 王教授 大家对 这一个 就是 这两天 昨天跟今天 一些 影言也好 或是 影谈也好 就是说 大家认为 有哪些东西 我们国家 现在 比较需要 迫切的 比较需要 需要列入 我们的共同结论 请大家 请在自己的话 也可以提出来 好不好 好 来 请 好 谢谢 谢谢 您的主席 还有我们队的餐厅 因为 这个最后今天是最重要的 我看到 评论第10点 就是告别核电 我们要执行 非核家 最重要的是要进度 要出亂 我们一直想 想 等到最后 每次没有 都是千万货快 都把他推给后面 所以 进度要出亂 第11点 我讲第11点 就是政府应该 以身做什么 因为政府根本没有做以身做的 太阳冷 我去中部办公室那边 没有看到一看太阳冷 然后要节能的话 也是政府应该以身做的 所以 政府应该以身做的 推动节能 再生能源 除能及 智慧电话 那这个兑下去的话 产业就会出来了 那另外一个建议的话 就是 因为如果要点明天看的话 最好把这些点 萌缩 比较简单的 就是 共产生不要看的话 比如说 一 就是 比如说我们 第一是 规和永续能源政策 第二点的话 是提高能源效力 以节能为优先 那第三点 比如说 政府应积极推动 能源事业自由化 第四点是 电力市场自由化 就是 能够把重点点出来 比如说 看 10点10点开 就是 就知道 那我们的 最后就是 刚刚我想都提过 就是 我们在这两天里面 看看能不能有 那个县市场 县市场 地方包围中央 这样我们才有 直播力下去 所以如果需要的话 彰化需要 我们的办法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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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谢谢 你 您提到的 那个 时候 这是有记忆的比喻吗 还是 只是这样子的 对对对 这是有 是吗 就是说 就是政府应积三做的 推动节能 是比较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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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簡單的 我講一下 就是說 這兩天下來 我各的感覺 我們再生能源 是被定義式 間接性的能源 這個他們 在市面上解釋 是對的 但是我昨天晚上 我回去想一個晚上 我說 他們 他們丟這個問題 丟這個間接性的能源的 這個 這個釋出來了 我也覺得蠻奇怪 因為在那個 下禮拜的 全國組員會議 他就會講到 就是說 我們胎生能源 永遠都是被攻擊 是不穩定的 過人就會當作是擊掌 這個後來 我昨天晚上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後來我終於想通了 我說 他們講的沒錯啊 我太陽能光電 我就是要 太陽的時候才會發電 因為晚上沒有太陽的時候 我怎麼可能 來做太陽能光電呢 OK 所以說換句話來說 這就是等頭於說 你核能發電 要求說 你用核能發電 你不要能夠有輻射線 你不可以有核配量 或者是說 你在做火力發電的時候 你不可以產生二氧化碳 這是有點 我們在這能源 就是說 不要陷入了這樣子的一個 說我們是間接性能源的一個 迷失 好 那現在問題來了 我們要怎麼去克服這個間接性能源 所以我是希望是說 我們能夠著重於在未來的儲存 儲存能源 好 那來做這個儲存能源 包括就是說 現在你說 他們在講說核四或核一核二核三 要演繹這幾個基礎 就會做做這種的價值 就以核一核和核一核併 以後 我們就設定一個目標 一個基礎能量 500個美加瓦也好 600個美加瓦也好 然後就來做這個儲存的系統 600個美加瓦 我們就用這兩個 來鼓勵政府 來推動 600個美加瓦的儲存系統 那如果這個儲存系統 能夠做得起來的話 那是不是我們再生能源 就能夠 不要再被套在一個毛 這樣子說 我們是間接性能源 這個我們在第五點有提到 就是整個那個 蘇貝電網 以及這一個錯動情 這個已經在第五點裡面我們已經 那我們請大家一點親和 下一題 我是台灣縣氣候聯盟的政策研究部的一個負責人 我叫平坎 那身為台灣第一個 以青年為主主持人的NGO沒有練習 在雙年會議 就是其實是蠻遺憾的 但是 就是其實我們已經有自己的論述出來 對於我們在台灣美元上面的一些想法 相信各位在那個再生美元上面提到的已經夠多了 那我們比較想提到的是店家的部分 就是我們認為現在台灣的店家是不合同的 然後因為我們的店家讓台電不斷不斷的虧損 然後讓一些 然後讓一些 再生美元沒有發展的空間 所以 簡單來講 我很希望 我很希望 因為像這次蠻遺憾它有一個 它有一個政策 它發放的一個 店家回饋 每個人800塊的通報 那我們認為這其實是 有點在 有點在 政策操作的一個手段 因為800塊其實對大家不痛不痛 但如果把這些錢拿去投資 再生能源 或者是 獎勵捷電 不是獎勵捷電 或者是發展捷電商技術的進步 那我想這次比較有意義 那 就對經濟學上的了解 我認為 不管我們付的店家是多少 最後我們會付出的代價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可能付的比較少的錢 但是 反映出來的我們需要負擔的可能是我們的薪水會比較少 可能是我們用工作的機會 比如說我們在再生能源上面的工作的機會就會比較少 所以我認為這個對於新的世代來說是一個 還蠻不樂觀的情況 我們基本上本身做的研究就是在於 電價合一化跟化石燃料補貼這兩塊 然後化石燃料補貼昨天子文老師有提到的就是 我們政府投資過多的錢在化石燃料補貼上面 然後 這一前期 在國際上面大家都是傾向於撤補 就是把補貼 把那個化石燃料的錢撤掉 然後拿去補貼在再生能源 或者是節能的一些效益上面 對 所以我主要是想提到 關於全文年會在對下一個世代要有一些關心 然後我們其實有我們自己的顧慮在 好 謝謝各位聆聽 謝謝 因為我們時間的關係也超過十分鐘了 還有其他 謝謝你們 好 抱歉 不是要掌他人之心也知其微風 不過我們既然這個大會的這個聲明 需要跟那個我們星期一全國人員會 我們開這個會議就要跟全國人員會 所以我們的大會除了說我們的訴求以外 我是覺得一定要嚴厲一個思考 我覺得現在正在做 而且已經做成功了 對人民的信心建立人民 反核非核的信心 就是守候減少一種核電廠 那我是覺得說 我們應該要求是說 這個政治人物應該是 因為如果韓國做得到 台灣一定做得到 我們條件要做這個事情 台灣一定比他們好 那我是覺得說 是不是可以寫在我們聲明裡面 然後呢 除了我們的論述以外 告訴大家 讓我們的地方政府 或甚至中央政府 政治人物有心 那我們可以結合行政資源 那行政資源 民間資源結合起來 一起來做一些事情 好 謝謝 我想這一點 這一點有一點危險 雖然我們這裡面 拿那個韓國來當立法 但是他只是一個陳述 我們今天對柯P可以這樣說 柯P他當然 他也是這個首都市長 他可以這樣弄 那你那個東西如果要拿到全國 你要拿說韓國來講 他就是告訴你韓國是核冷戰多少 他們是一直在發生核冷 但是那個東西只是一個首都市長 是這樣弄 所以那個是有他的風險在 我們如果要拿韓國來弄 那 但是我 我是同意 就是說 你如果要 用說 希望這些地方政府 其實就是城市 我們現在最主要還是都市 就是 就是幾個 這一個 那個 現在就六都嘛 這些 希望他們也能夠 這一個 去做 類似韓國那樣的 那個 那個 那個東西是可以這樣 對 但是我說 因為你如果要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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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會議 然後拿韓國來 那他就會告訴你韓國 他們都是 這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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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能發電站的 都比例都高 都高的 那還可以說 我還把 那也 好 我想 我的意思是說 在我們聲明裡 不要做引言 就講說 事實上節能 來 來造成我們 這個 我們那個 能源自給率 這個 節省一座 一度電絕對比方一度電 還要便宜 就是全世界最便宜的電 的能源 我的意思是說 用這個來做引言也好 就是說 要求 地方 地方政府 能去採取 就是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 我們因為 還有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我們一直在談綠人 台電就怎麼封殺我們 他說 綠人會造成我們現在的那個 貴線的不穩定 但是你節能都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意思是說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是覺得我們的這個聲明 因為你要 你要在這個星期二去阻擋 他們的那個 要把核四在解除 一二三要演繹等 這樣的一個壓力 我們在這個減電節能方面 一定該有相對程度的問題 對 好 我們謝謝 修進尾 那個 施老師 黃老師 草莓聲明 很辛苦 好 我是希望我們能夠把大家的意見 都在聲明裡面呈現出來 前年的部分 我是建立增加一些核災 重大核災的發生 以及台灣有關這個晚會 這個晚和等這樣的一些辛苦的歷程 把它換進去 台灣目前有三座運轉蔥 還有一座風存蔥這樣的情況 我們在圈裡面可以講一下這樣 另外就是剛剛我們在第二項裡面 當然有提到這個節目 其實高能力秀藝2%以上 我是希望說能夠把節電波上 可以能夠講一下 這比較跟邱琴剛剛所講的 也可能更加電力的這個節約 的這個相關性會比較高 因為我們這邊講提高能力的效率 好像整體的那邊有效率 所以我們能夠針對電力本身的節電 這邊那個幾% 也能夠把它寫下來 當然我們給地方政府的那個訴求裡面 我們是寫每年節電5% 給地方縣市長的那個選舉的那個 共同訴求裡面是每年節電5% 那給縣市長的這個在山能量發展的訴求 我們是寫說每年這個在山能量發電量 4% 壯子容量 增加10% 就是兩個給它選擇 有個發電量增加10%可能很困難 但是壯子容量增加10%也可能會做不到 那目前在第八項當然是寫 這個在山能量發電量5% 這個我沒有反對 不是不是那個 我們先一項一項 就是你剛剛這個很好的解例 也就是說 因為我們這裡只是提提高能力的效率 那你現在把那個電那個東西加進來 那要多少要確定我們就加進來 然後就是說這裡面還可以說 因為你如果這樣每一年這個節電多少 那就可以省價 達到省價一座核電廠那樣的 這個電量量 就可以把剛剛邱警講的那個東西結合起來 對 所以像這個 或許也可以這樣算 所以說我們十年內 十年內就是全部除以 對不對 那現在核電的發電量所在 裡面差不多十八對不對 沒有 十六、十八 看昨天的報酬學十八不三 那除以十就一點八 所以很絕對一點八 或許也可以 我只是提醒說 如果我們給地方整理 政府縣市首長承諾的是 是1% 確定 大家可以確定一下 剛剛要5%還是1.8% 或者一樣2% 或者一樣2%也可以 可以這樣 那1.8%就是 用目前的這個 十八八 然後分十 那就是1.8% 那就是這樣 那當然也有福利的問題 這個 不然我們可以從今年2015 這樣來看 好 好 那這個 那這個 間 段 那的話 我們說一句話就是 因為我們長期 並沒有證實錯誤的 這個 這個 所以我們整個國家 提供了在這個 人的經驗的力量 所以現在我們看 這一個人做到 就是 我們錯誤了這個力量 所以沒有辦法 這個力量可以用來接能夠的 傳統 我們來說 技術局 我們應該錯誤了這些東西 並且 我們現在在 進行政策的時候 也許這個才有辦法 所以我們錯誤了 這個 這個 我們錯誤了這個 對 估計就有進行 那就是代理 那個 什麼 那個 有關那個 核廢單的處理 你覺得是他們要 提一下 因為大家要注意 假物核廢料 送到 法國去做 再處理 核電就會 而且再處理之後 會怎麼樣 可能會 逼著我們核電 是會一直繼續使用 就是送去外國 再回來之後呢 那些東西是怎麼用的 那說不定到時候 台電又要蓋新的核電 所以我認為我們要阻止它 核電用過的燃料棒 送出去再處理 有關核廢料的問題 我們認為應該要儘早的 在我們台灣做出一個明確的方式 不可以研議 假如再處理的話 一定會研議 一定會研議之後 說不定核四又拿出來用 好 一位 對不起 我回應一下徐老師 因為我們現在說 我們反對它送到國外處理 這個東西 直接這樣講 可能會那個 那我覺得繞個彎講 就是說它現在處理一部分 就要花一千億 我知道 處理一部分就要花一千億 我們就逼它說 你整個都處理要花多少錢 要先講清楚 你不可以只送一小部分出去 然後其他你都不處理 它現在準備要放在我們南澳 所以我就逼它說 讓人民 然後你的所有 你的核後端如果錢不夠 你的每一度的核 你還要緊緊扣啊 就先讓它在做內部之外 就先補一雙鐵 因為那個事情比大家想要再處理 還要複雜一些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現在講的多少錢 永遠是 永遠是可以追加的 其實核四在開始蓋的時候 陳籃高就講過 這次核四是絕對不會追加 還有錄音錄影 但是有用嗎 沒有用 所以你要它現在就承認多少錢 是完全沒用的 你送去法國 法國要你給多少錢 你就得給多少錢 你沒有辦法拒絕 唯一的一個提供者 然後那個布 布拿出來之後怎麼辦 你一定要用完 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沒有別的國家會要你的布 所以布拿回來之後 台灣又還要繼續把它用完 用什麼 要再去蓋核電廠 要再去蓋核電廠 這個是一個永遠的耶 永遠的事 所以不是只有送出去 研議 是後面還有喔 只是一個小小的開頭 所以絕對不能送出去 我的意思是說拜託大家 他也不利那麼容易出去 但是我算到他2016之前他出不去 現在為什麼他敢講出去 因為應該是得到美國的同意了 我講我們聲明就是只能夠去反對 你不能夠說我聲明要求他去給我算多少錢 那個東西這個不是我們聲明要弄的 那個東西你私底下你到時候你還可以去金安環 但是聲明沒有說你那個聲明叫你去算那個要多少錢 那個是沒有辦法的 對啦 而且事實上過去所有核衛料要到境外處理 那個也事情不通的啦 你即使說真的想要送到華國 那個船光壓出去 我告訴你那個Greenpeace絕對是抗議的 你那個船根本就是我出不了的啦 以前我們就是要運到這個美國 應該要運回美國去處理的嘛 人家就是抗議你就是出不去的啦 所以我的就是在聲明裡面當然要 就是只能這個反對 這樣而已啦 簡單的話 兩分鐘 我們接到法國的一個消息來源給我們提供資料 他說你要很清楚現在檯面談的 我日本人要幫你出去回還是什麼東西 我們可能知道 他會說出一幅數 可能他可能好幾 比我的人說出去的太多 那個他現在因為都是 人家大完全是秘密的作業 說你根本不知道細節 你這個不可能靠你 那個我們得到的消息 法國那邊他有些部門阿肥巴 阿肥巴現在不承認 因為還沒政治公開 但是細節都已經談好 我們得到消息是這樣 我覺得 你快給我試一下一下 第九條 有關南緣稅條例這邊 我是建立這個 你剛才不是在講話嗎 你講完了嗎 你講完了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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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нако 對 對 弓 我們 辯 妳 說 那個東西就是有問題 所以我意思是要再推這個東西 包括陳明珍最後講的就是這一個 那個CAP and TRAIL 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你要有定那個總量在那裡 那要減 然後要減才會需要有這個制度 那如果沒有 那你說你要怎麼減 那個就是問題 OK 所以國際上在推動這個 他一定是配合這個 陳台灣的交易去弄 對 我知道 那一定要是有一個總量在那裡 所以我們一定前面就是要有一個總量管制 對 那像台灣實施溫室 台灣實施空氣戶外的防制的方法 我從今天來看好像 他當然也是想要像這樣來弄 但是事實上 他目前也還沒有做怎麼樣管制 連最簡單的空物就很難 所以我的意思在這個地方 因為今天也沒有時間 我覺得我們可以請領域再找時間去討論 但是這個請辦部我想大概應該都沒有問題 那最後我再把它講完 最後第十條是有關的就是不商轉 不可請領商轉 但可將請作為核電診室 這個也有很多不同意 有人認為應該做博物館 有人認為應該改成其他花電廠 等等 所以我建議這個也不要寫 因為這個 它的可能性很多 這個 連共療斑屁的面狀都 可能他都剛剛一定的意見 這個 以上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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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就是 好 那個可以拿掉 那麼 剛剛地球啊 你講那個能源碎那個東西 因為 那個 你如果不講 那個 你那一個 含碳 因為最主要我們是要從那個那個重量的這一個課程 那你那個標準 是不會有問題 那 所以就是 一般就是 以這個 含碳量 當然 你如果說 擔心這樣 對那個 核能沒有的話 那可以把那個熱質 那個效應 加進來 就是按照 這個 含碳量 以及熱質的 那個 標準 這個 加進來 這樣可以吧 我 我呼籲那個 施特老師的意見 就是那個 換交易 那句話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你看交易 如果你要到國際上去交易的話 我們的探處權是有問題的 那那時候那個環保署署長 施宏署長 就想盡辦法到國外去 無難無塞 就是我們就覺得 我是覺得說 然後也有一些環保圖 你跟我講說 他們根本就反對 炭排放的交易 他們認為這是買工賣工 所以我並不是說 炭排放交易一定不要 但是我是覺得說 施老師剛剛一直說 擔心 賣氣 碰到這一點 不要碰到我們的共同生理裡面 那定總量目標 要定那個減量的目標 總量管制減量目標 這個我們都覺得OK 不要去碰那個 攀排放交 我是覺得我們時間 因為已經超過半個小時了 那個 我們副委長是不是 我們就 我們事項哪邊 領下下 我會再討論這樣子 那剛剛那個 那位小姐是怎樣 你 簡單 簡短 因為我們時間超過半個小時了 喂 你好 好 那我是台灣新研究 你們的婉婷 我想要 我說一下剛剛 就是我看在會議紀錄上面 有點沒有寫到 就是 我們基本上的論點 是我們強調的是 世代爭議的問題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政策 會影響的是 未來我們這些 未來我們這些七年 還有未來的世代的負擔 然後 為什麼會強調到 店家合理的話 是因為 現在的公司 如果沒有去調整的話 台電這邊虧損 它以後的財政負擔 是我們未來的世代 必須要去付稅的 所以我們覺得 合理的調整 定案公司是必要的 對 好 所以我們想要 就是 上面要寫到 我們是在這一位 謝謝你 對不起 這一點 我想 這個店家公司 我們在這裡 是從來沒有討論 當然我曉得 在這個 全國人員會議 可能會討論 但是 那個是有很大的問題 事實上 你們的資訊 是不瞭解的 我們為什麼要提說 他為什麼要搞 那個電價公司 其實他是要學 中油的活動油價機制 那麼活動油價機制 其實有很大的問題 那個是超漲少跌 那麼現在都是講說 因為我們電價低 所以 造成很多污染 其實不是這樣 因為我們 昨天的這個報告 就講得很清楚 我們電是超過的 功過於求 經濟學會告訴你 如果功過於求 那個東西是不應該漲價的 他是應該 跌價才對的 他現在是因為 他虧損累累 才要去漲電價 不是因為說 真的 漲電價以後 然後 節能減碳 那個根本是 謊言 所以 那個是很有問題的 那 因為 那樣的這個問題 是會讓台電 以後 不管他節能效率再差 他都可以穩賺不便 這個才是 違背我們的世代正義 以後 那個問題就會 越來越嚴重 尤其等他 如果這個核電廠要除疫以後 他是絕對 非漲電價不可的 他現在要漲電價 然後就拿 這一些理由 說我們的電價是比人家便宜 但是國際上人家那些電價 其實 很多都是有 包括能源 稅 支配的東西 在裡面的 我們是沒有 我們包括那個油 那個都是附加的 像去蘭瑞 那個都沒有算在裡面 所以 這裡面有很多資訊 你們事實上 沒有去弄清楚 所以 那一部分 我們是 是要去反對他的 不是說 他應該要去 弄那一個電價公司 那個電價公司 裡面那些成本 也都是 台電講得算 他有一大堆 那一些 這個沒有效率的成本 譬如說 包括 那一些合適的弊端 有一些 這個採購的弊端 買的東西 比人家貴的 那一些 通通放在他的成本裡面 要來轉價 給消費者負擔 這個是 到時候 對你們年輕人的 這個 而 演講 是更大的 OK 我想 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今天 就到這裡 我希望我們大會 授錢我們今天 跟明天 把這個 我們的結論 大會聲明 把它結束完 好 我們也謝謝大家的參與 謝謝 謝謝 我們今天 這幾年就到這兩年 謝謝